全国的三级警戒要再度延长到7月12号 专家认为主因可能是因为确诊病例 还是有百例左右 加上近期台北市提起的群聚感染事件 凸显疫情可能还有隐忧 而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也透露 照日本去年的疫情走向 预估下部疫情会在10月份发生 希望大家赶快去打疫苗 因为唯有增加疫苗的覆盖率 才有机会尽快解封 全国三级警戒再度延长到7月12号 部分国人一片哀嚎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预估 下波疫情可能会出现在10月份 跟大家说用日本过去一年 没有疫苗的状态的时候 他大概两波疫情间会隔四五个月发生一次 我不是在吓你下一波10月还在来的这件事 鼓励你在那10月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疫苗打起来 他认为想要解封回归正常生活 疫苗才是最后解放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现在看起来 疫情掉下来了 你就觉得这个疫苗根本不用打了 No 这个疫情假如你不打疫苗的话 它反正就是会反反复复一直来 你不可能逃掉这个循环 不少专家都认为防疫下半场 拼的就是疫苗施打率 前疾管局长苏毅仁也透露 若要降级必须掌握三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疫苗覆盖率 苏毅仁认为7月起 巴拿类对象500多万人可施打公非疫苗 人口涵盖率就可达到两成 他也建议长者还是要尽量施打 另外双北群聚要控制 中南部零星个案也要精准疫调 把接触者全数隔离 疫情自然相对稳定 最后一点是持续严控边境管制 尤其是变种病毒 对台湾未来疫情影响非常大 只要守住边境 医疗量能就不会崩溃 另外林孔长庚医院副院长邱正勋表示 现在每天人维持100例左右的确诊数 又出现了北农士林长照中心 几个不太寻常的群聚感染事件 代表感染密度还是有点高 所以指挥中心才会延长三级警戒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全台自从升级到三级警戒之后 市面上的防疫物资就相当抢手 像是酒精不少药局就采取 每个人限购一群的措施 要是就担心咯 如果之后降级的话 恢复开学啦 大家去这个上班了 酒精的需求量大增 有可能会再出现一波的酒精缺货潮 可是台九方面则表示 他们库存量跟每天的生产量 都是很够的 请消费者不要担心 药局货架上的酒精存货空荡荡 75%的酒精已经销售一空 从疫情爆发以来 酒精不只涨幅大 5月份三级警戒发布后 不少民众更是有钱也买不到 由于目前酒精供货量非常不稳 许多药局不得已会用限量购买的方式贩售 要是说早在5月初就已经提醒 酒精可能会缺货 因为台湾酒精常少 经济部却没有超前部署 而下一波的缺货潮 担心会落在7月解封期后 现在暂时感觉好像缓和一下 问酒精的频率的人没有那么高 可是一旦开放这个等于说解封以后 酒精这种不够 造成这个疫情是不是再富然 这是我们钥匙所担心的 针对台湾酒精存货 实际询问酒精国家队台湾研酒公司 从5月24至今 酒精共生产1100多万瓶 已经销售超过1000万瓶 目前每天都生产35至40万瓶 供需平和 尽管进口加上涨 也由台酒自行吸收 消费者不用担心买贵或是买不到 酒精是疫情期间不可或缺的防疫物资 政府应同步进行存量和品质的管控 至少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战备库存 才不会导致疫情复燃 东森新闻正王中小景云在台北采访报道 行政院今天宣布了 破头的劳工纾困贷款十万块 也同步要放宽增加名额 不过还是有民众抱怨不够 因为漏掉的就是最弱势的人 两位公读生忙进忙出 一个忙着调饮料 另一个则是忙着封膜 准备将200杯饮料 送去给辛苦的医护人员 像他们这样的打工族 如今随着政院拍板 纾困4.0精进版 将可以多领到一万元的补贴 一万块可能不太够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物价都早 老人啊没有劳保也是 他们已经退休了 一定会漏掉了 所以我发觉啊 现在的纾困是 救不到那些 很弱势的人啊 怎么发财购财公平 看看打工族实行是160元 一天工作8小时 每周工作5天 换算下来月薪达25600元 比领24K的上班族还要多 但是这群人却是领不到 而劳工纾困贷款10万元 原本50万个名额 却涌入117万的人申请 行政院也拍板 只要符合资格的人通通和待 但是还是有民众质疑 合理信和发放依据 已经劳保退了 没有劳保的 在这五年中是不是 是属于比较次等公民的人 现在连肉都不敢夹 我只有买菜 大概50块的菜 一个饭盒加一包面条 大概要吃两天 除此之外还新增代课老师 终点人员补贴终点费 以及终止建教合作的高中建教生 补助学校发放纾困补贴 还加码无故族导游领队人员 纾困最高有三万元 而电费也要调整 小吃店半开放的空间冷气就要开整天 但是光是每个月电费就要4000元 但是现在用电量较多的店家可以松口气了 因为夏季店家商业服务业和农业用电户 将会按照用电情形 减免5至12月电费最高可以减免三成 而一般住宅用户则是取消6月夏季店价 基本上都冰箱嘛 冰箱就一定耗电啦 对啊 还有电灯长期开着冷气 三成的话加减嘛 对啊 加减还是有一点影响 算一算台电得吸收61亿元 疫情还看不到尾声 索困再扩大 但也真的很难百分之百公平 疫情爆发以来 百货公司的来客数真的是雪崩式的下滑 你去逛一趟百货公司 如果说真的必要去的话 可以发现工作人员比客人还要多 也让各家百货纷纷转公电商平台 例如推出网路订购自取 不用下车就能够取货的得来速服务 甚至能连员工都变身直播主 拍影片线上销售 反而让整体的业绩成长七成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极光水 对着镜头介绍产品 他们不是直播主 而是百货公司的楼馆和柜姐 因为疫情之下 民众从实体店铺移到网路shopping 让百货员工全都锚起来 力拼线上销售 啦啦金举哑铃健身 还自嘲这是全不是明星运动会 员工全员出动 不论是实验教学或是健身影片 都带入相关商品连结 疫情爆发后反而让整体业绩成长了七成之多 感觉比较有跳脱以往那种比较死板的模式 那看到可能会比较好玩 那可能就会吸引我继续看下去 当作是网红咯 自己带货这个意思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所号咯 挺好的 想花招拼业绩成功吸金 各家百货甚至还不约而同推出得来素服务 网站上下完单 如果嫌宅配还要等 跟百货约好时间不用下车就可以拿去 谢谢 在大楼侧门设立自取Bar 不管下定哪个贵位的商品 通通都可以到这里拿 不用进入店内 就为了符合疫情之下的消费模式 就如果只有百货公司有的话就会 对 就是一个网路行销的概念 还不错 因为你的购物就是怎么讲 变得更安全 然后你又可以就是消费 不会影响你的基本生活 对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实体百货变身虚拟商城花招百出 要在严峻的疫情之下绝地求生 东森 财经新闻 李沫山 杨超成 台北采访报道